我們現在國內還是累計了447人確診 其中438人解除隔離 7人死亡 換句話說還有兩位 希望這兩位能夠盡快的康復 口罩有400多萬 員將還沒有領 已經超過我們的時間 與其未領口罩上司領取資格 雖然有這樣子列 我們還是體諒 可能就有一部分的人 他可能確實臨時有事情或是有狀況 我們站在親民跟便民的角度 我們還是規劃大家可以來補領 他從感染起 他會到有一個發病的時候 然後在有症狀的時候 能夠驗得到的 大概就是說從他發病 前兩天開始有症狀之後 這一段時間 也是我們在身體上 有病毒可以被撤出的時候 要明白一個就是說不是 他任何一個時候 他得病了什麼時候去驗 都會驗得出來 那可是問題是我們這邊如果放的話 我們就會放掉這麼多個 五天七天是因為有漏掉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才講就是說 這進來雖然是五天之後 可是過來還是要做自主健康管理 然後我們進來縱使萬一漏掉的時候 那也可以在我們的醫療 或是我們的檢驗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 把這傳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那冰島他們有實施的就是入境檢測 6月15號起入境全部都檢測 然後就自主健康管理或者就放行了 就造成了因為有遺漏掉的 所以就形成他們在社區裡面一個感染 所以在6月15號到6月28號 他就確診了30例 冰島現在他們也覺得說在這樣的一個政策裡面 他需要稍微做一點檢討 可能我相信我一直講說有 我也卻也相信說可能會有一些無症狀的 被漏在外面 每天三四千人 然後循環給這幾個位 那做完剛才我第一張裡面 他如果不在我們那樣的一個發病前兩天 或者在他離感染那個期間裡面 你是驗不到的 所以你可能要循環每14天 你要再把這些人再走過一點 歐盟這段我們當然要加強的一些 跟他們說明一些情況 我們也吃了一個很大的虧 因為他這裡面有計算一個 IHR 有計算一個IHR的分數 那但是因為我們不是WHO的會員國 所以在IHR分數上面就變成是沒有 不過我相信我們經過我們的積極溝通之後 那雙方應該會有所了解 C homeowners 找C 成功